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大陆窃取我们澳口的定制网的玩具 渔民的玩具 破坏我们渔民的设备 这种现象严重危害我们渔民的财产 另外大陆渔工在我们马祖作业 经常会发生海难 那这个紧急救护也需要加强 第二个部分就是两岸渔货商品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交易中心 这在民国89年 我们评估小三通的时候 就已经是可办事项 但是十多年过去都没有办理 第三个 这是两岸黄崎跟我们的白沙港 应该做连铁 而且远续发展 这是我们马祖跟大陆最近的距离 最短的航程 我们已经帮白沙港列为两岸小三通港口 但是通行一次以后就停掉了 那大陆以黄崎尚未建成三港 作为那个这个理由 我们认为不足 应该及早的开放 第四个 我们开放了两岸小三通自由行 但是我们的自由行的客人 仍然不足以称词 马祖经济的这个发展 希望能够尽早签订 每日百人自由行 由马祖的这观光旅游协议 第五个 我们小三通有寒点 海上有寒点了 我们也列入两岸海运的这个港口 但是我们空中 现在只剩下嘉义跟马祖 这两个机场没有寒点 我们也希望纳到两岸的新寒点 以前我们可以 透过两马协议来做处理 现在两岸关系条例阻断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协商 我们希望江城能为 马祖一会 让解决马祖跟大陆之间的问题 我希望吴院长 我们赖主委跟相关 请了会员的风太